公司 你怎么在这儿喝粥 这大马路上的 爸 可是您从小教育了 咱家是礼仪之家 您 您这就不礼仪了吧 这大马路上人这么多 这都什么年头了 我这是李诗泽求主爷 你知道吗 我说这李姨俩 怎么从你嘴里头说出来 听得这么别扭呢 爸 您看 您又瞧不起我 我阿妩也是个有文化的人 其实我知 我们想什么呢 您不是在这儿喝粥呢 是不是想着咱们家那大屋呢 只要您给我一句话 我立马把它烧了 省得咱烦 说什么你 有好几天没回来了吧 我忙了 我这儿 扶爸爸进屋吃饭了 你看 大哥叫的 来来吧 走 走走走 我真能烧了 你信 你别开玩笑 大栋 吃饭了 我不吃 电视机还没看完呢 快点快点 别动 选择我你 爹 你看 爸爸总是只有我这个耳朵 现在一个大一个小了 哦 我看看 真一大一小啊 这看起来像打着贼一样的 以后叫你吃饭你就得吃饭 看电视是看不饱肚子的 你再不听爸爸的话的话 这耳朵被拽成一个大顺风耳朵 这么大 那我谁回来也不知道做作业 就知道看电视 揪你耳朵也不多 就管 我就管 哎 家动 你啊也别在外面抱什么 不办了 你就赶头二封门下 学习有困 我帮你清承司机 跟你学就更瞎了 一天当晚在外头胡混 也不知道跟你大哥搭把手 人外头治安这么不好 街上老有人泄斗 你心里头没这家 大家还得担心你一个人呢 爸 乱是赌场那边乱 我又不沾赌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嘛 你说得还挺有道理的都 爸 爸 吃饭 叫爷爷吃饭 吃饭吃饭 叫爷爷吃饭 没事 吃吧 喂 知道了 把我其他罐拿 爸 我看看你啊 来 专心吃饭 我刚给澳普政府交完税 奔晓力博 保护费我实在是交不起啊 给澳普政府交税 政府会保护你 放明白点 可以 不交保护费 可以 店 别开了 快 你们不能这样啊 我们换人家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 去 给我废话 走 走 住手 我以为是谁呢 这不是卖杏仁炳的阿文吗 这里没你什么事 赶紧滚 不然别管兄弟们动粗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 好果行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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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怪 文哥 还买什么东西呀 小小意思嘛 文哥 谢谢你 这次又帮了我 阿妩替我出头还让警察抓来 我这心里头实在是过意不去 哎 谢什么谢 好好休养啊 我现在去警察局 保释阿妩出来 温哥 一定要把阿妩给领出来 见了面替我谢谢她 我原来以为她只会欺负我 她关键时刻她真帮我 她的好我记在心里呢 她最喜欢吃的就是你的解克粥 歇着吧 好 真是没天理 真是没天理 回来了 闹事的混混都全放了 却要告阿妩扰乱治安 拘留十天 还要罚款五千 嗯嗯嗯 好 不急不急 喝点水 嗯 好 阿妩这次是声张正义 那帮警察真是过分 摆明了要拿钱 那英国的官老爷们 心里很明白 英国一定要把香港还给中国 那这些葡萄牙的老爷们 当官的他们心里不明白吗 澳门早晚也得还给中国 算了 咱们就忍着点吧 爸 我去草全把阿妩输回来 你辛苦了 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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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请梁氏祖先 保佑两家子孙平平安安 香港马上就要回归了 只盼着澳门也赶快 回归 回归祖国 让人心方勇安定 大哥 你家里这么缺钱 你还给他们交钱 你就不该交这个钱 不交钱 他们就不放钱 他们不放就不放 让他们管我 你管我一辈子才好呢 反正管吃管住 你先回家 跟爸爸报个平安 我得去医院看看大冠 他老婆和孩子都不在身边 也没个人照顾他 大哥 你告诉大哥 从明天开始起 我就到他店里免费吃血黄粥 大哥 这一次 他欠了他的妈来 对不对 得吃吃的 你这辈子都昏昏噩噩的 做人要脚踏实地 对对对对 我一定脚踏实地 阿宅啊 表哥家到了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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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带你 来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真乖 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的 我是从佛山 终于乡过来的 你是来投亲的 我表哥 他叫郑大冠 是这个饭店的老板 明天是他吗 大冠病了 所有伙计都放假了 我表哥生病了 什么病啊 严重吗 在什么医院啊 没事没事 大冠明天就出院了 路上一定很辛苦 来我家歇歇脚吧 来 我来帮你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这个重 我来吧 我自己 孩子吃点来 吃点 孩子真听话 你也吃 吃吃看 妈 可好吃了 真的 保证你吃了第一口 就想吃第二口 真的很好吃 是自己家做的吗 梁继饼店在澳门开了几十年了 现在是由鼎门在操持 他这个人也是个牛脾气 老祖先传下来的工法材料 他一丝不变 宁肯加高成本降低利润 他还是得这么多 我觉得这样也对 你这次带孩子是第一次到澳门来 我去年老公死了 只有表哥一个亲人 所以我就带孩子来投奔他 看下能不能讨口饭吃 是是 这郑大观是好人大家都知道 老婆孩子到国外去 自己开了一家餐厅 生意挺好的 听说好像现在正在缺人 为你来的话 应该是可以帮得上他忙吧 来了县城的 看我们吃啊 文哥啊那怎么好意思 多少钱呢 小事 爸我去做事了 你坐你坐坐 没事没事 阿文跟这个这个大观他们是很好的兄弟 你不必跟他提前 大夫 他死不了吧 没事没事 谢谢啊 谢谢 不客气 大观 怎么样啊 好点没 阿妩你快看看 我这留疤了 影响不影响我形象 看不出来 你头发多 干什么 羞辱 我缺的就是头发 你说我头发多 大观 这次打算怎么卸我 阿妩 你说你要是再早来几分的 我也用不着住院了 对 头也破不了是吧 说吧 想让我怎么感谢你 好 得第一啊 我大哥往简区交了五千块钱 对 你好啊 第二 我 免费吃你们家血黄粥 怎么样 五千块 阿妩 你替我出头 你的好我记在心里头 我上哪给你们五千块钱去我 你搞个清楚行不行 不是我管你要五千块 是警察 跟地痞串通好了 讹了我大哥五千块 那可赔了 今天是礼拜日 带我去玩呗 去东王流山 拍灯了也行 去市开完工人也行 要不就去 活去吧 去嘛去嘛 爷爷身体不好 爸爸又那么辛苦 二叔让人操心 你得懂事 别总淘气 我们不心疼爸爸 谁心疼爸爸 等我长大就好 你不好学习 长大了 就变成二叔 二叔让我好好跟他练勇生拳 长大了 也不比大金牙他们差 大金牙都是什么样的人 你好得不学 学这样的 你想欺死爷爷 欺死爸爸 连我也欺死得了 有什么不好的 全澳门 谁不服大金牙 总督也比不了 快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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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脾气了 爷爷我回来了 姐姐姐 家里来了个乡下小子 怎么说话呢 家冬 没礼貌啊 这是我孙子 家冬 讨小子 小孩子皮一点 人比较聪明 爷爷 叔儿回来了 这我孙女 叔儿 很孝顺 懂得心疼她爸爸 自己要上学 每天还买菜做饭 洗洗涮涮 这家要不是她帮撑着的话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过这个日子了 阿姨好 好乖呀 梁伯 我可以去你的厨房吗 好啊 好啊 来 阿姨来 阿姨来 在这边 好 苦命人 碰到苦命人 碰到苦命人 叔儿啊 你多大了 十二岁了 上初中 平时下雨饭都什么做的 早晨吃一头包 周周也喜欢这个味道 万别买来就可以了 周五跟弟弟在圣马沙里 是罗学校不回来 阿姨大部分都不回家吃 就爷爷和爸爸吃 晚饭 一般都是我放学回来做 有时候爸爸也帮忙 那你妈妈呢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 他就抛下我跟弟弟走了 去了葡萄牙 他也没得碰到 你呀 你把你拣着 你了仁不利啊 你不笨拢个人 夜色 微微 星光灿烂 一遍 就一遍 我倾听 把你换换 你要害死我呀你 谁害你了 谁让你注意力不集中的 我 你搞什么 温哥 大哥 他说我欺负他 车拿走啊 别挡生意 温哥 我表内 在楼上 来 雅琪 雅琪 跟我回家了 表哥 我马上就下来啊 说啊 阿姨先回家了 哦 菜都已经烧好了 赶紧上桌 要不然就凉了 知道吗 阿姨吃完饭再走啊 以后我们就是街坊了 常来常往的 哎 舅舅家好大哦 来 喝点水 老哥 哎 这到家了 咱们就踏实了 哎 老帅 谢谢舅舅啊 谢谢舅舅 不客气 老哥 啊 你看孩子和嫂子都在国外 你一个人在澳门挣钱 也是不容易 我都没觉得什么不容易 我就是丢不下这小管 你来了就好了 给我当个好帮手 嗯 等什么时候呢 你把我这手艺都学会了 我就把这小管传给你 到时候啊 我就踏踏实实去欧洲了 你看 我们从乡下来也没有带什么 表哥 这 老家的咸鱼 谁啊 好啊 咸虾 谁啊 还有茶叶什么的 都是老家的东西啊 杨琪啊 从今晚后 你跟小帅就定居澳门了 跟着我一块儿 好好经营咱们皇冠小管 日子总会好起来 哦 我们刚才啊 在梁家 他们给我们吃那个杏仁饼 很好吃呢 那当然了 文革可是这条街上的大好人哪 我们关系好着呢 哦 哦 对了 他们家啊 就那个阿妩有点不着四六 以后碰着她呀 避让着点 啊 阿妩 不就是刚才 呃 从医院把你接回来的那个 对 梁老先生不是说 阿妩还帮你打架 很义气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她是什么人了 哎呀 他们家呀 除了这个阿妩 都美的说 都是好人 哈哈 小帅 累不累啊 不累 要是不累的话 一会儿舅舅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啊 好 真乖 真乖 我家小帅乖啊 又帅 对 又帅又乖 这个鱼啊 我来尝尝啊 嗯 这不像广东人做的菜 这葱姜蒜 酱 都割了 可是那种吃起来 就觉得很和谐 嗯 好吃好吃 嗯 这这个真好吃 这就很像我们内地做的菜 熟耳熟他 我是吧 真好吃 来 买点回去 来 来 大家一块儿冻筷子吃吧 爸吃饭 你爷吃饭 你爷吃饭 哎 你爷吃饭 阿妩那奇怪 老不回家吃饭 又跑哪儿去 去 去 不行 我那牙又疼了 这边吃不惯就是老疼 要给卓文叔看看 你再会儿去看 再会儿去看 我靠这边吃 嗯 我和你 说 你爸现在又疼 是不是没给他 鸭根 啊 阿文啊 你爸爸的鸭就算不错了 都这岁数了 就坏了一颗鸭 算是万幸了 拔了坏的 像一个好的就行了 好啊 那就换个新的 拔了就算了 就不香了 不香可不行 俗话说牙连着胃呢 牙不好 胃就不好 身体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你还惦记着 看着澳门回归呢 要健健康康的 您就得听我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能不能看到回归 全靠你像不像这颗牙了 你还别说 人这辈子 要没一口好牙 还真不行呢 乖 像颗新的牙 温叔 听你的 给他像颗新的 好好好 我认命了 我不是怕死啊 我是真怕看不到 澳门回归那天的大日子 您哪 只要听我的 保证让您看到回归 对了 我这牙医啊 缺个打下手的 我看阿妩这孩子 表现不错了 叫不就要他这来 给我帮帮忙 也收他的心呢 死命了 温叔 您这个主意可太好了 阿妩就有救了 你这手脚可真麻烦 真是个好帮手啊 表哥啊 平时这个店里就你一份人雇 不 真是不容易的 以后你管后厨 前面交给我就好了 正好我原来还想找个服务员 你这一来 省了 咱们不用找外人了 爸 一人一人一碗 一人一碗卸黄粥 一人一碗卸黄粥 赶紧 坐 上来 喝喝喝 都免费啊 废话 当然都免费啊 这一碗卸黄粥 这一碗卸 立博盖不设罩 你表妹啊 你表妹啊 啊 那去 那去 大罐 咱们兄弟之间聊天 什么时候有女人插嘴的份啊 上次 要不是我把你给救了 你挣大罐就废了 我去 我去 乱个活的啊 我以为啊 澳门这个地方 大家都很文明有礼貌的 没想到 也有你这种文明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说给谁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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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用信了我 阿妩 瞧瞧我表妹 不好欺负我 不好欺负我 王六 你们还欺负人吗 啊啊啊 不了不了 啊 啊 你们再欺负人想起 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是第几次被他们欺负了 嗯 好几次了 你在老家也被人欺负吗 老家那边没人欺负我 他们因为我是内地来的 就欺负我吗 他们不是因为你是内地来的 就欺负你 他们欺负你 是因为你太好欺负了 好 回家吧 跟着我干吗 姐 我能干活 你要帮我干活 来 帮我一起洗衣服吧 好 哎 你把鞋脱了 正在盆里抬就行 你看 你看你跟家洞酒碎 你总是被人家欺负 家洞不欺负别人就不错 你胆子小 以后再有人欺负你 就喊我 喊家洞也行 姐 你正好 你们那边的人 都像你这么傻吗 我才不傻 姜儿啊 阿姨 来来来 擦擦干 这些啊 都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 你干啊 留给家里人争着吃 茶叶是给爷爷的 快 她老说不能随便收礼物 阿姨吃过你们家的杏仁饼 又吃过你们家的饭 大家都是些方常来常往的 不要斤斤计较啊 阿姨会生气的 谢谢阿姨 该啊 去吧 哎呦 啥儿子 走了呢 你就来 擦擦小脚丫 快 穿上鞋 去跟姐姐做工课去 好不好 去 哎呀 裤子都湿了 哎呀 小脚丫头都湿了 快 大家能够着 entra 你们再达得大个吧 大哥 辛苦啊 在那儿 大哥 你又要教训我了 你都教训我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个长进 你口才也没什么长进 去爸王餐去了 还带了好几个人 这个郑大哥 他忘恩负义 是他亲口答应的 让我免费吃的 你再这样 我就家宝伺候 阿妩 我们梁家虽然落魄了 可他三弯邪界 也是有些声望的 不可以因为你 破坏了我们的名誉 好好好 今后不吃了 坐 阿妩 你年纪也不小了 别优手好险的 我没有优手好险 我在外边 现在也在积极地 找工作 两条路给你选 一 跟我做杏仁饼 我选第二条 去文叔那儿 学做牙医 我两条都不选 两个你都不选 你试试 澳门小朋友的校服 真是帅的嘞 不过还是我阿妻 长得帅 对不对 对 你舅舅啊 在澳门很有面子的 邻居人也很好 还记不记得我们去老爷爷家 你叫请我们吃杏仁饼啊 记得 你以后啊 要好好读书 长大以后 给妈妈争气 我们母子啊 算是可以在澳门住下来了 好 是跟姐姐一个学校吗 对啊 是跟梁家那个书儿姐姐 还有那个男孩叫家栋 一个学校 你以后啊 就跟他们一起上学 这样子妈妈也比较碰心 好 这是谁的儿子这么乖啊 来 喜不喜欢这校服 喜欢 学费是很贵的哦 对你要好好读书哦 好 好 早点去睡觉吧 来 好 阿妩 阿妩 早点睡 明天还要去文书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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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铅皮啊橡皮啊都放好了啊 课本都带好了啊 都带着呢 还入学通知书 一进学校门就要给老师的 知道吧 妈 我点害怕 不怕不怕 怕什么 过两天就跟小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的 还有梁家的 小姐姐还有小哥哥 很快大家都会熟的 我爸 李宗盛在 爸爸 我跟家冬去上学了 爸爸 我加油 过 好 早上好 舒二 过来 跟阿姨问好 阿姨好 舒二早 家冬早啊 带上小帅上学 舒二啊 小帅 胆子小 你以后 能不能跟家冬 每天早上带他一起上学啊 还有 如果学校里有人欺负他 麻烦你照顾一下 我保护他 逃去 阿姨放心吧 谢谢你阿淑 走吧 跟姐姐去上学 跟家姐和家冬啊 家琪 喂 你去告诉大官 阿妩要是再去排斥 轰他走 我表哥收了 阿妩去小馆吃饭 是看得起他 还有要谢谢阿妩和文哥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他会被人欺负死 为了那件事情 阿妩进了警察局 文哥还给了五千块钱 我表哥说了 他现在没有钱 等他有钱了 一定还给你 文哥你先忙 谢谢你啊 小意思吧 小意思啊 这回啊 您就放心地大吃大喝 这牙一百年都不会烂 一遭老头嘴里头像一颗一百年都不烂的牙干嘛呀 听着都害怕 没事了啊 来来来 爸 我扶你 那什么我拐棍呢 这儿 这儿 你在这儿跟文叔好好地学 我把它交给你了 要不听话你尽管骂 甚至于打 你心比我还软不行 是材料啊怎么都成材 不是材料啊打骂也没用 对 对 我呢 没人没女 只要他好好学 我就把本事都交给他 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 这个诊所就转给你了 听到没有 听见了 好好干 那我先走了啊 爸 我送 不能送 我自个儿溜达回去 以后你每个客人都送回家的话 这儿怎么办 从现在就开始学 谢谢您啊 好嘞 慢走 对 爸 你慢点啊 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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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走了 又好嘞 好嘞 你 好嘞 爸 削好牙了 看看 来 坐 年头变了 人心不暇了 花宴之春晚 年老感慨多吧 您又感慨了 阿妩又气着您了 这不是阿妩 阿妩还挺好的 我让她磕头败尸 她就规规矩矩磕了 毫不时宜 这点倒是让我去掉了一块 心头大病 又是谁让您了 梁家大巫啊 让我眼皮底下 变成了苏家会馆 这是往我眼睛里头插棒锤 爸 你没看见苏小婷 那个趾高气凉 红形霸道的样子 我都 我都不想生气 爸 我们现在不也挺好 一家人和和睦睦 暗暗纷纷过日子 您别想太多 你要记住 这是耻辱 如果忘了 这是我们是行尸走肉的 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苏家是怎么抢了我们梁家的家产的 对了 对了 阿妩也老大不小了 终于也走上了正道了 我老了 你是大哥 他的婚事嘛 就多操点心吧 爸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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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我给叔阿做了一件衣服 我送过去马上就回来啊 正好 把这粥给梁博送过去 嗯 还有啊 叔阿那边啊 你多费费心 这孩子从小没骂 文哥呢 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 也挺不容易的 这都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你放心吧 真好啊 南宝啊 喂 喝汤了 哎呦 这个啊 是我表哥煲了一晚上的鱼汤 哎 哎 终于 孝道 勤勉 打罐没话说好样的 我表哥说啊 要把您的身体 漂亮得健健康康的 等澳门回归的时候 还可以舞狮子嘞 我表哥还说啊 你是这边街坊舞得最好的 他还以为我在五十年以前没老呢 您现在也不老啊 他还让我去舞啊 我光看狮子我都看得累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哎 哎 家董 小帅啊 你们到外面去写功课去 为什么 乖啦 带弟弟到外面写作业去 去吧 走 把书本都拿上啊 哦 知道了 啊知道吧 家董 知道了 乖 知道了 帅啊 哎给你买的 你看看 阿姨 我早就想要一件这样的北线了 去商场问我 可是太贵了 我没舍得买